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機關,我是老頭All The Man 今天呢,我們玩我們的模組,一樣是繼續玩我們的模組 我在講什麼,沒有啦 好啦,那今天呢,繼續玩我們的這個 也不算潘朵拉模組,我今天抓到一個新的模組 這個模組叫做Dragon做起 然後呢,是11月30號剛新出的 感覺還蠻酷的 個人覺得這個模組,我看圖片的感覺還蠻新奇的 待會我們直接用指令召喚出來看一下吧 因為他好像沒有辦法在野生,野外生存的樣子吧 目前好像沒有辦法,只能用指令召喚 所以說待會,唉唷,太想笑了一跳 哇,我把嘟嘟鳥踩死了 難怪嘟嘟鳥會絕腫,不是沒有原因的,真的絕腫了 被我踩死最後一隻,好不好 好,反正呢,我們就是待會回去召喚他 那在召喚之前,我記得我們上一集還是前一集 有說我們要測一下我們的太空,不太空啦,我在講什麼 我最近一直口吃啊 泰克機槍塔 泰克機槍塔我們之前有兩座嘛 對不對,我想一下是不是兩座啊 還是還有其他座我們沒有學 我去看一下工作台好了 撞死了不少隻啊,我的天啊 我根本是個暴力狂 終極暴力狂,肚子餓了 呃,我們的建築物嘛是不是 然後呢,雜巷嘛 不是 我們沒有發電機啊,是把發電機拆了之後就沒有去理他了嘛 對啊,我們上一集跟前一集 就說我們要測試一下這個泰克機槍塔的威力 結果我後來為什麼沒有做,我都忘記了 這邊一個,我們下面有兩座嘛 然後還有一個是本來的藍圖裡面可以做出來的 這邊好像沒有的樣子啊 好吧,那我們今天就做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做完之後我們來 我們來用指令召喚一下那個 那個 端根做起 恐龍做起 不知道長什麼樣子就是了 我們有發電機嘛,那也有晶片嘛 好,我們就稍微在有恐龍的地方建造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裡 好,稍微看一下威力 不要不要不要,我們去岸邊好了 岸邊恐龍比較多啦 魚類啊 烏龜啊,比較多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射擊一下就死掉了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拉一下地圖 拉一下血條 大概哪裡比較多 算了,蓋這裡好了,這邊有多嘟嘟鳥 好 好,我們首先我們先把發電機給煎在裡面 煎在這裡 然後 呃 啊 喔,晶片也好 好,行 開始攻掉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有一個需要電力嘛 這個開火時需要消耗子彈 嗯?啊我已經做了我的幹嘛 好,抱歉,這樣子變成兩錯了 我們看一下好 噢,這明明就是泰克的武器 泰克的系列嗎 只是變了紅色而已啊 OK 再來裝上我們的 高級步槍子彈 好,他這邊寫說要加入高級步槍子彈 好 來,我們放看看 哎唷,動了動了動了 哈哈哈哈 太扯了啦 20億 你在跟我開玩笑啊 完了,頂天立地了 好,我們這邊召喚那個 哦,終極恐龍 應該也是直接被他幾槍秒掉吧 哎,你不要那麼厲害好不好 這是嚇死人啊 哎,這邊恐龍都被你給毀了,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這樣子你要我怎麼去測試別的啊 像是另外一個機槍塔 另外一個機槍塔在這裡嘛 對不對,這個有差別嗎 哦,這個是可以,人可以上去嗎 哎,這好酷哦 哎,這個,這個 這個他 這個他到底是 這個好像是他們自創的耶 這是機槍塔改裝啊 你自己看中間這個圓形的形狀 他本來是,他本來是官方的 後面是模組再加上去的 好屌哦 下面這個雷射 這個雷射是原本的 哎,這好酷哦 可惜不能人站上去開槍啊 不然就超屌的 他是要裝什麼 一樣是高級步槍子彈是吧 他全部都吃這個耶 我們把一隻 一隻生物引過來好了 哎,他沒有一隻副捷擾,我們弄他好了 哎,撿起砲台 來吧 你是我的實驗對象 你是我的實驗的對象 開啟 一二二十億耶 啊這兩台到底有什麼差別啊 完全沒有差別 好,你們兩個就在這邊裝逼 好,有敵對 有敵恐龍過來 直接把他們射死 好不好 OK 這就是我們這個兩座機槍塔 其實還蠻尿的 但是威力驚人 這害我想到以前的火神砲 火神砲那時候太誇張了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差不多 OK 那我們呢,直接進入下一個單元 召喚恐龍 呵呵,竟然還在拍什麼節目 好,我們來看一下 老頭昨天看到的 叫做恐龍做起 他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 來 我們現在有這個超級麻醉槍 應該是可以直接把他給弄死 弄魚直接餵他吧 試試看好了 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 來吧 他怎麼沒有出現 嘿嘿,怎麼沒有出現,幹 哪里果咧 再一次 這個呢 欸,都沒有出現耶 他這個模組有問題哦 啊,我知道了 我根本沒有把模組套上去啊 白癡啊 我等一下回來 好啦,我們回來啦 成功了,安上了我們的模組哦 然後 這個模組呢 剛剛進來看的蠻特別的 你看他這邊多了兩個傳送 傳送裝置 哦 但是他們都要五百個 白色珍珠 哦,那這兩個應該是召喚用的啦 沒有意外應該是召喚用的 還是說是食物呢 還是我們要把它做出來 啊... 要把它做出來嘛 我來想要不要把它做出來 要不要把它做出來 把它做出來好了 好的 我們珍珠已經入手了 我們先來製作 兩個好了 我們不知道這個有什麼作用 還是我們直接用這個 這搞不好是召喚用的也說不定 好不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你看他上面還有寫他的耐久度 四分鐘 來,我們先用其中一個 看一下狀況 出現了 原來是直接 哇 這個是 古代龍 哇 做的還不錯嘛 可是他那個血量跟攻擊力 是一般傳統的能力呢 並沒有被大改過 然後又負重 夭壽啊 我現在不能動啊 攻擊一下 他現在連動都 他現在連負重到攻擊都不能攻擊啊 欸,這根本就是 中國的古代龍啊 這不是西方龍哦 這中國龍哦 這超屌的 我覺得這個作者還蠻有心的 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然後拜託,快點 讓我可以動一下好不好 啊,才加這麼一點點 我把重的東西丟掉 什麼東西是重的 比如說 木頭 丟掉 哦,動了 咬他 有了有了,咬他有了 我們可以點負重了,太好了 喂 哦,他跑步的動作流暢哦 咬屁咬哦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攻擊啊 啊,左劍完全沒有攻擊的反應耶 右劍也沒有 西劍也沒有 西劍 右劍 左劍 他就是突然莫名其妙這個 古代龍看他的一眼 然後那個怪物就突然暴斃這樣子 哦,他是 他中原大師的分身嗎 這個模組應該尚未完好啦 我個人認為他尚未完好啦 就是他連攻擊的動作都沒做出來 哦,我現在按任何劍都沒批用 他只能跑步而已 不過我覺得整體上做得不錯 這個流暢度很夠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來,咬他 重點是攻擊範圍也超短 然後很容易 很容易沒有體力 超級沒體力的 不是我要講 他的動作 他的動作要素現在蠻少的 希望日後更新可以完善一點 好不好 這個就是咱們的這個 中國古代龍 你看看起來這麼兇狠 好像木須龍有沒有 我是木須 你打歪啦,你這個爛炮兵 突然想到 荒木蘭有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嗯 這下 哇 這個才是正統的西方 西方飛龍耶 這是那種有點像是科幻電影的那種 哇,這做得也蠻傳神的啊 這隻做得很傳神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欸,這是小隻的 來,給你們看一下他的臉 欸,這個龍做得不錯哦 我還蠻喜歡這個作者做的東西 他這個全部基本上都是原創了啦 大致上八成以上全部都是原創 真的是原創,他沒有套用任何其他的模組 不過他的上面寫的是阿根廷巨英的圖案 有沒有看到阿根廷巨英的圖案 然後,這隻的圖案是 啊哈哈 這隻的圖案是野豬2啊 欸不是,健行象 這隻的圖案是健行象模組套進來的 有點還蠻好笑的我覺得 有沒有,好酷哦 我們來看一下負重 好,負重可以點了 我飛啊 這個擺動的動作我感覺得出來 他是阿根廷 右鍵 右鍵不是拿這個,右鍵 哦,右鍵是著陸 哇,沒體力啦 哇,那你吃什麼,你吃肉嗎 哇 是這個 哦 他好像沒有恢復體力的能力耶 哈哈 啊有啦,再恢復了 欸我快被咬死了,救我啊 不要這麼殘忍好不好 我還沒試完所有招式耶 C劍 沒功能 右鍵 其實右鍵不是著陸啦 這是剛好我沒有體力,所以著陸了 拜託哦 這個 根本是參照 官方原始的這個能力吧 那個體力耗也耗太快了 這耗到一個極致耶 阿龜不要阿龜 阿龜說好的影像未來呢 你怎麼突然傷害我了 所以我幫你弄死好了 咬啦 你到底有沒有咬啊 我想也沒想過 我就要被阿龜 你看他嚇到跑掉了 我居然被阿龜給 給傷害 啊你去死吧 嘿嘿嘿 他快暈倒了耶 哇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哇 超級古代飛龍 好酷哦 真的我還蠻喜歡的 啊我另外一隻寶具拿在這裡 都屌屌的 真的我沒有在開玩笑 這兩隻我很喜歡 但是呢 能力上真的是有所差距啊 啊那我卡條了 該死了 讓我下去 喂大大 你這樣不優啊 哎呦下來了 OK 好吧那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影片到這裡了 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這兩隻龍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真的還蠻帥的 那下一集呢 再看情況有沒有更新或改版 再來一一把影片放在這裡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走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模組介紹再見了 掰掰 我會示範哭 請坐下 就請坐下